第朝历代汉奸都没有好下场 尤其是在那场最壮烈的抗日战争中 汉奸们大多被处决 即使是病死的汪精卫 也被拖出来错过杨徽万劫不复 但是呢也有例外 比如大汉奸任元道 抗战胜利后呢就逃过了惩罚 花天酒地的活了90岁 一直到1980年才去世 其实早去的人元道也是个热血革命青年 武昌起义时 起义军轰炸湖广总督府 但准形太差了没炸到 任元道灵机一动 跑到旁边一个官员的家中放了一把火 大火烧着了总督府 起义军这才准确定位了目标 对着总督府一阵猛轰 但是这个人啊天性贪婪 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会嫌少 没多久呢就投奔了日本人 当了汉奸 连日本人都说这小子啊 天生就是当汉奸的料 任元道也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 就花重金在苏南收编了几股土匪和国民党的惨兵 成立了一支苏者挽随进军 最后竟然发展到了六万多人 汪精卫几次想收买他 但是呢都被他拒绝了 老子有人有枪 当土皇帝 不比给你当跑腿的强多了 汪精卫死后 周佛海想继任 就和任元道做交易 让他出任江苏省的省长 但条件是交出军队 任元道岂是这么好忽悠的 先一口答应当上了省长 等大权在握后 却死也不交军权 气得周佛海破口大骂 说汉奸就是汉奸 一点诚信都不讲 任元道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知道狡兔三窟 不光跟汪伟和日本人合作 还跟军统头子戴笠撤到了一起 蒋介石知道任元道有军权 就让戴笠去告诉他 只要你把南京的重要情报给戴笠 就算你立功 将来不清算你 给了没有呢 给了但是多是些没有太大价值的情报 这就是任元道的手段 即使日本人发现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情报价值都不大 而如果蒋介石赢了 自己还可以利用这些功劳自保 果然日本投降后 有戴笠出面 把任元道的名字从汉奸名单上划掉了 有戴笠在 任元道可以高枕无忧了 可没想到戴笠坐飞机摔死了 这下任元道慌了 他知道蒋介石便宁如发书 说不定哪天就会给你翻旧账 于是为了保命 任元道花了200根金条 上下打领疏通了关系 带着全家老小逃去了香港 1949年 解放军引马深圳河的时候 任元道害怕了 因为他曾经在苏南杀害过地下党 担心会被清算 就脚底一抹油去了加拿大 在加拿大 任元道凭着多年来搜刮的巨额财富 依然过得非常舒服 一直到1980年才去世 活了足足90岁 都说天网灰灰 说而不落 但看看任元道的人生 你还会相信吗 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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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